好的观众朋友们,我们中国王朝的比赛呢,又开始打了,我们今天打的这个球队啊,尼克斯,哦呦,来,霍华德面对老,姚明,老对手,姚明在连续的弹跳,吓得这些霍华德都不敢出手,哎,可以,我们这波防的还行啊,蓝白德,哦,漂亮啊,可以。 哎呀,展现了一下我们内线的实力,来,妹妹,打哈一个,可以。 我们现在呢,就是把这个每一节的时间啊,调整了三分钟,然后就是为了什么呢,为了就是说我这个,可以尽量啊,录得完整一点,录得完整,我们可以半场一期,对吧,半场一期。 不,说的。 给姚明,哎,等一下,没给到姚明,可以,这里给姚明,漂亮。 嗯,我们打这个,洛驴,洛队,是OK的。 是空手而归的次数实在是太多了,他们真的需要丢分,史密斯这球同的票。 在对面大哥的面前。 嗯,可是现在的战绩是2-6,我们这赛季是这样,每个球队啊,只打一场,然后剩下的,再碰到就是模拟。 。 强队我可以考虑的就是说多打一场,对,可以考虑考虑。 嗯,然后,哦,好猫啊,姚明。 哎,这球追上去,追上去,哎呦。 呃,然后是什么呢,就是说我们这个,呃,抢队啊,可能会考虑多打一场,对。 然后还要考虑到我们季后赛的问题。 能进季后赛的情况下,对吧,每个球队只打一场。 不能的话,我们当然肯定要尽量能打进季后赛。 嗯,打射。 给,哎,这一球传的就不行了。 来,全给达林好,现在我们产战有, 产战已经有三名中国球员,对吧,加一名华人球员。 对,以及伊哥打了,哎,好防,伊哥。 哎,周期篮板,领数好,传。 王达林,给,孙大胜。 这运球不行,王达林,王达林打模式也打不要。 哎呀,难受,来,好球啊,这球,哎。 这个空位也没有进,说明了什么找吧。 国内球员的这个能力有限。 能力是有限,王达。 这三分钟也有点尴尬,伊哥打了4比4。 嗯。 因为我们这帮球员的能力他就这样。 还不是那种进攻很爆炸的那一帮球员。 国内球员。 哎,防守也不行,这是我们调整的。 这种没有能力的球员,你也不知道该怎么打。 这孙已经在我们这算是还不错的中国拳。 哎,大灵造个方格也不错。 嗯,防守美金。 王达林。 大灵还是得上。 哎! 他已经断下来。 王达林终于上了。 要不然我们这个内线啊,大灵是没有进攻能力的。 他只能吃吃饼。 哎,伊哥在防守可以。 漂亮。 防下来,但是,哎。 通常来说,在这种近距离的情况下。 我们这没有什么进攻心球啊。 这种防守心。 天赋差了点。 只能靠防守来弥补。 然后一场比赛也拿不了多少分。 说的,这已经算是比较攻击性的球员了。 确实得再上他们。 给姚明。 靠姚明啊,这个。 他用笔加纯组。 我因为这是神经历人。 短板,好球。 给说的。 拖 给姚明 再是姚明好球 姚明这边罚球也很稳 7分 中国队隆共得了10分 姚明一个人7分 两个篮板 而且内线 还贡献各种盖帽防守 盖死你 漂亮 福布斯这边有没有 终于有这种角色球员可以站出来了 太难了 我只能说太难了 哎呀 又是一个差一点的强度 每次都是差一点 游有远远 你差一点 哇 这也近啊 没事 我们给姚明再打一个 姚明打霍华德 一打一个准 是吧 巅峰时期 的这个霍华德也是被我们这个姚明吊打 看 你看 我现在大部分的得分都来自三秒去 对他们过去六个进球 有五个来自内线 他们在三秒去 华德就是就是防不了姚明这种 现在是十米四十球 他都被施罗得法 华德打姚明 早梦 这个是可以造个犯规 这球我被冒出去的 这还是我出界 我碰到了最后一下 哎呦霍华德还是没打进 我看一下三半场技术统计 霍华德得了三分五个篮板 姚明九分三个篮板 霍华德五头一中被姚明放的 姚明两个盖帽 鲜明的对比 鲜明的对比 可以好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下方看